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7日 星期日 這一節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就是中國的國情 想繼續探討 中國大陸到底現在 是甚麼環境 我們不斷研究 到底有沒有機會發生 我們有時候做中國大陸 政治分析 當然也會有一些主觀的 期望在裏面 所以很多時候 坊間 尤其是反共的人去分析 中國大陸的 中南海局勢 少不免 少不免會有偏差 因為大家的主觀願望 當然是希望習近平出事 希望中共出事 那麼你說會不會主觀感情 或者你的主觀願望 使得分析不準確 當然我們會承認是會有影響 但是又倒過來說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可以 完全沒有任何的立場 沒有任何的期望 去做一個分析 相信 除非你是一個電腦 只是在計算 大家都知道 這個時事 有些時候 如果是經濟 可能有數據 可以量化 用數字來計算 統計 但是很多時候 時事 局勢 政治 是不能夠 用 數量化去計算的 很多時候 習近平有多少機會被鬥倒 六中全會有多少機會 可能出事 有多少機會政變 這些 不是一個量化的數字 不是今天 數值是20 明天是25 後日是35 不是這樣計算出來 是沒有辦法計算出來的 嚴格來說 所以 你說會不會把主觀期望放進去 會不會有偏差 但是不代表分析無用 而且 很多時候 我們也不是 單是 分析那麼簡單 時事這個節目 我們有很多主張 我們香港人 也是一場政治運動 香港現在是一場 建國運動 所以小不免裏面 一定是有些地方可能不太準確 但是你那個不準確 可能因為你 推動這件事 影響那個局勢 所以 我覺得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大家不如一起夾擊他更好 最明顯就是講香港政治 其實講香港政治為甚麼會有影響呢 就是因為香港政治 就連那群藍絲 公務員 高官 也可能會忍不住 走進來聽 他們自己也渴望知道 中南海發生甚麼事 因為他們也收不到那些資訊 所以 也不要小看 有時分析 中不中 是不是政變 說真的 你怎麼會那麼容易 每一天被你猜中政變呢 猜不中的機會一定是佔了大多數 不代表你去猜測他會政變 或者有權力鬥爭 有任何問題 因為最低限度 連那些 港共官員 林鄭 鄧炳強等等 他們自己也會受到動搖 他們受到動搖 可能會做出背叛的行為 所以我們不會介意不斷 去繼續 挖他們的倉疤 挖他們的 不穩定 中共內部越不穩定 政權越不穩定 習近平越不穩定 港共一樣 也是會陣腳大亂 這節要分析的就是中共接下來就是六中全會了 8日就開幕了 這個時候竟然說有內容外洩 似乎說習近平 已經跟江派的人 還有 胡錦濤的人 說得好 接下來六中全會 已經談好了 到底要裏面討論些什麽 決議是怎樣呢 已經談好了 這個訊息應該如何理解呢 談好了 當然對 很多人來說 尤其是我們 反共反習的人來說 當然是一個 不是好消息 但是他又是不是真的已經談好了呢 對方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所以不要忘記 你說去政變 他就說我沒事了 已經談好了 大局已定 直接做維穩了 沒事了 不用你說了 你是不是在做共產黨的大外宣 你是不是在幫忙維穩呢 其實你也不會知道的啦 你是不是真的穩定 你收到通知 你是江澤民 還是你是胡錦濤呢 是不是 包括 林鄭在贏那些 為甚麼我們會討厭這些說法呢 因為你不是林鄭嘛 你又不是習近平 是不是 你也是猜的 猜你就 認真真 說自己是鼓 你不是說說說鼓 變成為維穩 說說說就很firm 說到一定不會有事 說說不如你做習近平那份 是不是 說說說 不會啊 那不用你說 不用你分析嗎 大家要同意 除了時事節目是分析 也是一個agenda 也是一個政治運動 是不是 不可以完全說到自己有100%抽空 好像在天上人那樣 你不是一個衛星來的嘛 是不是 你是衛星 你也有立場的 你是美國衛星 還是中國大陸衛星呢 過份表現自己 好像抽離跟香港沒有關係 的人 是有問題的 各位 也不用說誰了 自己猜吧 其實也不需要你是誰 也不是要說誰 總之這樣做法 就是有不妥當的地方 話說大紀元 揭露 有一篇文章 親共的港媒 這個說法 明報就是一個親共的媒體 其實 明報跟01也沒有分別 只不過他們放棄了明報 就變成了谷行了01 01一直都是在做放風的工作 不過這次又不用01了 又用了明報 其實是 放風的人慣常的手法 你不會永遠用死一份媒體 發放你想要發放的訊息 因為每次都是01放的時候 誰都知道你想要怎樣 01也很多次 顯示出 他們很多時候 就是帶風向 所以再說一次 他們那些所謂媒體也不是在做媒體的工作 他們正在操控現實 所以你更加不能附和他們 如果不是就會變成 林鄭啦啦隊 習近平啦啦隊 明報率先放風 說中共在六中全會 會審議第3個歷史決議部分內容 暗示 習近平已經擺平了連任的障礙 甚至乎 說他已經 跟黨內的其他主要派系 達成了協議 根據明報的報導 新的歷史決議除了鞏固習近平 在18大 接下來已經是20大 18、19 接下來就是20 說說肯定了習近平就是18大以來的公職 更加就是他在20大 將會 繼續連任 這條路已經鋪平了 報章引述知情人士的說法 就說在2018年修憲之後 已經 為這個國家主席多次連任 掃清了 憲制 的阻礙 而新的決議就是為了要確立 習近平在中共 黨史裏面的歷史地位 所以明報就是在做啦啦隊 說到 沒有鬥爭 擺平了 一點事都沒有 會相信你的人也有病 告訴你 盲的人也看到啦 鬥爭鬥都出面 是不是 搞到要動員 動員軍隊是什麼原因 因為你現在正在政治角力 自己看回 六四解密那些書 六四的時候 又是這樣 這個 跟明報說 以及跟那些維穩人士說 根據大紀元的分析 早前外界 一直有說中共 百年三段論這個說法 什麼叫中共 百年三段論呢 就是中共的黨史 分了三個階段 一個就是毛澤東 一個就是鄧小平改革開放 然後 一跳就跳到習近平 習近平就開創 新中國 新時代 中間全部就跳過了江澤民 胡錦濤等等 如果根據那個所謂 知情人士的說法 就說 現在 六中全會 就是徵求了黨裏面的意見 會為江澤民 以及胡錦濤 那個公職 予以高度肯定 也會把他們列入鄧小平的政治遺產 而習近平就會成為開創新時代的第三位黨魁 這裏的分析就是覺得這個信息未必正確 現在 他們做的事就是嘗試 用輿論 用媒體製造就是第二現實 實際上他們就是想用輿論 先把六中全會未開定調 說明就沒事 那是甚麼人會想 開六中全會 習近平沒事 那你那個 首先不知道你是甚麼人 那你一定是啦啦隊 這個同港林鄭 也未開始選 那麼快做啦啦隊 如果你真是一個反對派 無論林鄭選不選到 你也應該 去製造一些空隙 唱一下也好 那麼簡單的道理 普通人也知道 小學生也懂 你是小學生在班房 先生要來罰人了 無理取鬧了 你想也不想 就學人做風紀 叫同學不要反抗了 一定來罰你們 你們沒有希望 反抗了 罰得更金 那你不是做風紀 做維穩 正在做甚麼呢 請問 反對派就是要明知不可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就算 哪怕那個機會低於1% 你也應該說了1%的可能性 這個才是應該要做的事來的 暗默也知道啦 要中共 一夜間發生政變 實在是一年365天 有364天 不中機會最大的 還要剛好那年有政變 那年有政變 你也是講中一次 一定是講沒有政變的人最好處的 那用不著你說 用不著分析 我已經知道沒有了 沒有機會較大 我已經知道了 搞一搞就變成了香港天文台 要香港市民 警告你 你好掛八號風球 八號風球原本就是 告訴市民之危險 發出警告 現在回到香港市民很危險 要警告天文台 你很發出警告 那你到底那個天文台是做甚麼的呢 是不是 那你又是維穩 那你在做甚麼靠差事呢 那你也不是預測 不是分析來的 好了 大紀元 大紀元可以說是 揭而不捨 即使可能機會很低 他每次 他每次都分析到 結果出來 就是對習近平不利的 不中也不要緊 首先 不即時中 不代表他說的錯誤 不是你一定要 看到 100%的結果才可以當是準確的嘛 那麼盲也看到 林鄭跟這個689在鬥發的啦 那不是 你不是看到林鄭 你見到林鄭未倒台 你就不是說他們沒有鬥過的嘛 林鄭很安全的嘛 是不是 盲也看到他 鬥到開花的啦 那麼多人 引林鄭不信 撐他不信 出來要抓到他 盲也看到的嘛 大紀元的分析也是說 即使 習近平和 江澤民派系 還有胡錦濤的派系 談判 肯定了他們的地位 在中共的 黨史裏面 在歷史裏面的決議 他們也分析了這件事 不代表你習近平是奠定了你那個 無可撼動的地位 不代表你奠定了的 因為 你肯定 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地位 這個就是 成為了歷史決議 如果你做這個交易 你做了這個交易 你也沒有辦法去推翻這個說法 你就不能夠再動他們 派系的人分毫 這件事 對習近平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因為習近平現在就是要 盧盡最大的力量 好像想把他們連根拔起 所以如果一旦你進行了這個 交易 實際上也是等於習近平要對他們妥協 你妥協得第一步 你就必須要妥協第二步 其實現在沒有理由讓你繼續 無限期的續任下去 所以 最終的分析就是習近平 這個做法也是會令到他一定會被 扯回來 這個邏輯上我也很同意 所以 你說 每天 去 時事評論和分析 會不會有主觀 帶領的地方 一定有 為什麼你叫 KOL 那個L是什麼 我們說了很多次 你是領袖 領袖的意思就是要帶領 是不是 如果你說到你 統計學的數據 就算了 純粹分析的話 那需要你去lead呢 What is lead What is leader 是不是 Leader一定就是要帶領的 所以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為什麼很多人 不是在做Leader的角色 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去哪裏 其實你也沒有方向想進發 所以其實很多KOL 根本不配 稱為KOL 你們是KOS Key Opinion Speaker 你們不是Leader 不好意思 甚至乎你也不是Key 所以你是OS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繼續幫我們 點擊廣告 繼續欣賞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我們這次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